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零的乘法 我们来看题目 桌子上每个盘子里都没有苹果 如果有五个盘子 共有多少颗苹果呢 现在题目说盘子里没有苹果 有五个盘子 我们将五个盘子画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一颗苹果都没有 也就是零颗苹果 我们再来看看 要怎么把零颗苹果用算式写出来呢 每个盘子里都没有苹果 我们用零表示 有五个盘子 我们用乘以五来表示 最后一颗苹果都没有 我们答案就写上零 我们再来看一次 算式零乘以五等于零是什么意思 被乘数的零代表每个盘子里都没有苹果 乘数的五代表有五个盘子 零的零代表总共有零颗苹果 最后我们将答写下来 答 有零颗苹果 也就是没有苹果 观念整理 刚才我们知道五个盘子的情况了 那现在如果换成是一个盘子呢 现在一个盘子一样是没有苹果 我们用零表示 一个盘子我们就乘一 那我们知道总共是零颗苹果 我们的零就写上零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两个盘子的情况 现在两个盘子一样都没有苹果 我们用零表示 有两个盘子我们乘二 那最后我们发现都没有苹果 所以零写上零 接着再来看六个盘子的情况 现在每个盘子一样都没有苹果 我们写零 有六个盘子我们乘一六 那总共是零个苹果 我们零就写上零 那同学找到零的乘法的规律了吗 我们知道乘法是被乘数乘以乘数 会等于零 由前面的式子我们可以知道 被乘数是零的时候 零也会是零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个例题 桌子上每个盘子里都没有苹果 如果有九个盘子 总共会有多少颗苹果呢 我们将式子先列出来 每个盘子都没有苹果 我们有零表示 有九个盘子我们乘以九 那这个答案会是多少呢 由前面的观念整理 我们已经知道了 被乘数是零的时候 零就会是零 因此这一题的答案就是零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算是零乘以九等于零 每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 被乘数的零 代表每个盘子 有零颗苹果 乘数的九 代表有九个盘子 鸡的零 代表总共是零颗苹果 最后我们将答案写上 答就零颗苹果 也就是没有苹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再来看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